都說沒有罪交只有更交的 香港民族黨陳浩天 你是不是港獨獨上路 居然寫信給美國總統特朗普 叫人去干預香港事務 真是交到沒有人有 來 香港民族黨的page 真是笑到你趴在那裡 說什麼叫特朗普 告訴中國香港同一國兩制 都不是中國內部事務 哇 真是very ridiculous 還說香港獨立最符合美國利益 沒事吧 陳浩天 你是不是交到出執 好心小學雞 陳浩天之流 做一下功課先啦 睜大你的眼睛 美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公開承認過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又說港美關係那麼成功 全靠香港一國兩制 陳浩天 你聽到沒有 連環兩大巴掌在你那裡 連香港美國商會主席戴亞斯都說過 一國兩制是中港經貿關係的必要基礎 哇 又多刮你一巴 最新鮮滾熱啦 當然是特朗普剛剛才和國家主席習近平 電話號碼 講明會奉行一個中國原則 哇 又多刮你一巴掌 好心啦 人家連台獨都不撐 又怎會拜你的港獨呀 連網民都笑爆嘴呀 寫信給美國? 相信大部分人看見都笑死呀 明目張膽搞港獨 特區政府有必要刑事追究他 你是誰呀 講開又講 陳浩天 連你的朋友由慧晶之前計劃寫信給蔡英文 都因為落爆沙嵗公開道歉 好心你們這些港獨怪 就不要再交出國際 丟我們香港人假啦